一脸平静的孕妈咪 其实内心有点紧张 为了要不要接种疫苗 也是想了很久 好在有另一半的陪伴 也做足了功课 还是决定为自己和宝宝增加保护力 因为不了解 所以就会一直想看多一点的讯息 医师都同意 我才会有信心来打 然后又有任何不成功 他们有一个没有记得看 这是最亲吻的 那另外有一种 为了让准妈妈们更加安心 花莲慈济医学中心的妇产科医师 在现场随时提供咨询 注意事项 都是跟平常在怀孕期间 注意事项是一样 注意开动啊 注意子宫收缩等等这些 那当然额外有增加的控制 打完疫苗之后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 比如说注射流氧的疼痛 或者是发烧 头痛等等这些 接种完疫苗的妈妈们 也都收到院长林兴荣送上的结缘品 祝福他们还有肚子里的宝宝 都能健康平安 大家喜欢黄沐金温国家华联报道